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主播小楼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自作者Chris 让自己忙起来 哪还有时间焦虑 二战如火如荼时 英国首相邱吉尔 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 别人问他面对那么强大的对手 和巨大的责任 他是否感到烦恼或忧愁 丘吉尔回答 我每天如此忙碌 哪有时间去发愁 是啊 我仔细回忆了一下 每一次的忧愁焦虑时光 不就正是因为空间下来 头脑才开始胡思乱想 起人忧天的吗 最近暴涨的房价 让大家又一次重提逃离北上广 对我而言 来到北京十几年 这个逃离的想法 跳跃得最强烈的时候 不是因为求知碰壁 不是因为房价翻翻 却是因为大肆保研之后的一段 闲暇时光 本来大三一整年 都在努力筹备考研的事情 从报考咨询 上辅导班 做练习题 那一年虽特别忙碌 却也过得充实 即使考不考得上 还是未知数 却始终以一种昂扬向上的状态 朝着目标在努力 但是 突然被保研了 本来计划好的一年考研冲刺 一下子 变成了悠闲惬意 也毫无目标的时间 身边考研的小伙伴都羡慕我 觉得可以躲过这场千军万马 都要过的独木桥 我开始的时候 也暗自得已 既然保研了 那就好好扣唠一下自己 放松放松 于是 以前雷打不动的十一点睡觉 六点半起床 变成了三点入眠 十二点才睁眼 以前每天下午 总会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跑步 这下子 也被玩游戏看电影取代了 以前在自习室里 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 变成了一整天都不下床 连吃饭都置点外卖了 看 闲下来真的挺爽 似乎过起了无忧无虑的生活 但 这无忧无虑 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周 我开始恐慌起来 因为这种看着别人 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 自己却整天无所事事的状态 很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否定中 我脑子开始胡思乱想 看着周围每个人都那么努力 怀疑自己 或许不适合这个忙碌的时代 和快节奏的城市 看了几篇北京房价的文章 感慨自己 或许一辈子也买不到 北京的一个小房子 连续熬夜几天 身体开始偷知 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要出点什么问题 总之 闲下来的时光 没好不了几天 便进入了高度焦虑之中 曾有一位教育学家说过 忧愁 从不会在你展开行动时偷袭你 它总是在你头脑空闲时进攻 于是你开始天马行空 胡思乱想 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 扩大所有细致末节 在这种时候 你的心像是空转的发动机 终将自我毁灭 是啊 焦虑 往往像一个肆意蔓延的病毒一般 或许刚开始 你只是焦虑工作是否能胜任 然后延伸到 家庭负担是否能够足够承受 逐步扩散繁衍 很多抑郁症的患者都曾表达过 失眠的原因是因为每次躺在床上 思考的事情太多 担忧的事情太多 根本停不下来 于是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一次大学生创意活动中 认识一位师兄 当时他从一家国有银行总部辞职 开始经营老家的水果生意 他在活动中分享的主题是 从雄心勃勃 到抑郁焦虑 再到内心平静 他讲述了自己 在最初创立水果生意时的一季风发 那会儿 一个大学生 还是大国企的人 出来卖水果 在老家 是很轰动的 当地媒体也争相报道 水果生意门庭落势 但没几个月 因为自己在经营管理上经营不足 而且要做的事情 经常所最繁杂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 他坦言 应该是抑郁症 尽管他已经足够努力 而且公司也在一天天好转 但是他发现 焦虑与忧愁 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而他已经摆脱不掉这个恶习了 精神 寂静崩溃 在绝望的状态下 他决定 换一种生活方式 他开始让自己更加的忙碌 以前每天工作八个小时 已经很辛苦 他变成了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经常一大早到公司 一直干到深夜 而最直接的结果便是 每天一到家 就已经精疲力气 一躺上床 就能瞬间睡着 他保持这种极度亢奋的状态 差不多整整三个月 有一天周末 他从沉沉睡眠中醒来 阳光从窗户照醒来 温暖美好 他突然意识到 他的失眠症被治愈了 此后 他开始恢复到原先的作息时间 焦虑和忧愁 真的被一早而空 开始忙碌 并不断忙碌 这才是世界上 最物美价廉的灵丹妙药 在心理学上 有一个概念 叫做工作疗法 讲的是 心理医生把工作当成药方 来治疗心理疾病 而且 其实早在耶稣诞生前五百年 就有希腊医生 在使用这种方法了 曾有一位记者 前往一家精神病院 做采访 发现那些病人们 每天都忙碌在一个 类似工厂一样的地方 他非常气愤 觉得这家精神病院 简直是在对病人 进行残酷剥削 但当他访谈了几个病人之后 才得知 他们虽然每天忙碌 但却是开心快乐的 因为这些工作 让他们重新发现了 活着的价值和意义 精神状态 也远远好于从前 是啊 当我们忙碌时 烦恼就会被忘却 而当我们闲暇时 就会被忧愁所惜 我们开始怀疑 人生的意义 生活是否永远 这样一成不变 所有的一切 似乎对我们 都失去了吸引力 我们的大脑 真的很奇妙 总是说 要学会放空自己 放空大脑 但这其实 是有些反科学的 因为空前时的大脑 同样会被占据 被什么占领呢 通常都是情感 因为那些忧愁 恐惧 憎恨 嫉妒 羡慕 都是原始的情感欲望 他们将我们心中的安宁 快乐 积极的情绪 全都去除殆尽 要想逃离 那些扰人的消极情绪 只有让自己忙碌起来 让嫌无所事 被忙碌取代之后 眼前的路 才会更加清晰 我在大四时的那场焦虑 同样终结于 让自己忙起来 我开始恢复 早睡早起的作息 强迫自己 跑到图书馆 读书写字 每天坚持跑步锻炼 还罗列这一年的目标清单 发现还有太多的事情 可以去做 而绝不是用空前 来度过这一年的时光 大四结束 之前成绩 只能算中等的我 竟然拿到了全校 极少数的 优秀毕业论文 最终 还获得了北京市 优秀毕业生的荣誉 同学们问我 你这个以前的学渣 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 因为这一年 我始终在忙碌 你们的毕业论文 只写了几个月 我确实整整酝酿了 一整年啊 看 忙起来之后 不仅不会焦虑 还会获得更多意外的 收获与惊喜 肖伯纳曾说 悲惨的人生 源于有余霞时间 担忧自己 过得是否快乐 那就让我们忙起来吧 忙得没有闲心忧愁 本期节目到这里 就要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自己的脸圈 随身都惊慌整夜 夜夜在重明的 藏幕说描着上面 又记得那年 在一个雨天 那七岁的我 躲在屋檐 就一直想去当鞠签 一夜走遮掩 说刚才路一些擦肩 深圈都穿了千年 那天 我翻页字典 这什么字眼 形容一见 谁能留院天边 是否在旧对面 知道就谁才知道 让我们心里 这什么事远就会是 优优独播剧场的